我的名字是 《Dragon Power》 我的中国名字是《Longley》 《Longley》就是 我太疲惧了 那么 你会有关于我 还是 你会有关于我吗 正好把它和陆幽颜分开 你应该高兴在时 陆幽颜 对 是陆幽颜逼走了叶晓芬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对了 魏佳姐 我已经参加了你们卫视 管理卫学生的考试 你会让我通过的吧 你要来卫视 对啊 我已经参加了比试 你会帮我的吧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会安排的 好 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 你才命令我做事 是蠢了祸 你以为我真的傻吗 买往画的人都是为了八千五千 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欣赏 子剑 你应该自信一点 你现在缺乏的 只是一些生活经验 但是不代表你的画一无所长啊 那 师姐的意思是 你的绘画功底很深 顾叶白的艺术造诣 一方面是她的天赋 而另一方面 是来自于生活给她的磨难 你虽然功力很深厚 但是你的生活 受到了太多的保护 所以 你才差了那么一点火候 我一看啊 你就是从大城市里来的 不过我劝你 还是早点回去吧 别在这个小镇上浪费时间了 我 回不去了 我们这里人很少 没有人买你的画的 没生意也不错 那我就 画画您的电 画画鱼丸 随你吧 几拜的 别吃了 别吃了 走啊 陆庸妍跟魏子健 怎么总是粘在一起啊 你吃点啥 我没胃口 我呀 想要一张 我十六岁的肖像 拿回去给我家那口子高兴高兴 那您有十六岁时候的照片吗 店里没有 怎么 画不出来吗 不 您请坐吧 并不一样 太像了 真厉害 真 真不简单 画钱能拿鱼丸抵债吗 画钱能拿鱼丸抵债吗 我一会儿 求之不得 我的策划案 一会儿开会要用的 你这是怎么一上来就给我添堵啊 董先生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赶紧把咖啡拿走 小心思不要这么多 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一想着上来就讨好生死 对不起 总监 那我帮您把文件复印一份吧 快去呀 总突然把他弟弟空降过来 这可真让他们难做呀 谁说不是呢 让他做事也不行 不做事也不行 真是给我们共的精佛在这儿 就希望这位公子哥 三分钟热度 赶紧自己走不算 可他要是赖在这儿不走怎么办 我最怕你这种实习生了 说起来是高材生 连个复印机都不会用 行了 行了 去整理资料吧 一会儿让丽丽帮你 谢谢总监 太麻烦了 到处都是关系户 没办法不了的 直到位置间要来公司实习 工作学位都炸了 家族企业就是这些弊端 到处都是关系户 你又不能得罪 真是头疼 如果我能跟他在一起 该有多好 我懂二次选 我可以帮您翻译啊 是 是吗 是啊 您看啊 他这开场啊 让我突变 懒淡的风格 很可爱 很卡哇伊那种感觉 用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来 卡哇伊 这样啊 明白明白明白 刚才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来 但你这种 这种说话的感觉 这种 很像那个小丫头啊 要不这样吧 你来负责画这个效果图吧 好不好 毕竟可以容易沟通嘛 两个实习生 过来一下 刚才客户把新的数据发了过来 今天晚上做好 明天给我 好 你们俩各自做一份 我要对比一下你们的水平 千万不要糊弄我啊 弄两份一样的给我 如果是一样的话 审核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们打岔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你找我干吗 今天的事我可都看在眼里了啊 鲁悠言故意勾引魏子健 还不是因为魏子健的身份啊 你跟他一个部门 主管肯定向着他呀 我能有什么办法 除了努力工作 我什么都不败 你以为努力工作就可以了呀 现在是看脸 看身份 看背景的社会 你不用点手段 怎么能赢得过陆佑颖 你难道 想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啊 那你想干什么 我都帮你想好了 你只要删掉鲁悠言的资料 明天啊 你好好表现就行了 不行 我不能那么做 你想想你的工作 再想想魏子健 你现在不狠心 将来他就把你踩在脚顶下 到时候你工作没有 爱情也没有了 而他呢 大公司的职位 将来啊 他可能是豪门太太 密码 密码 别忧愈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密码 不行 我不能让我走 我怎么可以给你反悔的机会呢 你放心好了 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把心放在肚子里 明天你一定会赢的 我先走了 今晚安